在黄石农场 达顿家族一直都是无人敢惹的存在 因为惹他们的没一个好下场 加州机车党被活埋 飞帮双子老大被双杀 惹事的牛仔被吊死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竟然在同一时间被人袭击了 先是在路边帮忙修车的老约翰 遇到了一辆面包车 以为是来帮忙修车的 于是上前询问 枪手开完枪就离开了 老约翰虽然全身重弹 但幸好胸口的手机挡下了致命一击 随后就是约翰大女儿办公室 收到了一份快递 贝斯想要制止 另一边三儿子凯子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 突然听到外面有枪声 急着的他去掀起床 作用故 下一秒 两名枪手 凯子随即扔出一枚闪光彩 顺利将两名枪手砍杀 凯子急忙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 让他带儿子跑起来 七个五下楼 就和枪手撞在了一起 妻子拼命想要去打枪 但是却被枪手制服 关键时刻 原来是儿子端着猎枪赶到 此时老约翰已经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幸好农场战神里普及时赶到 在将老约翰送去医院的过程中 他打电话给了凯子 让他沿着48号公路 追击袭击老约翰的枪手的蓝色面包车 在得知凶手位置之后 凯子召集人马 换上了 贝斯这边亮亮枪枪的折着他 他们还真的在这次爆炸袭击活了下来 但是全身受伤不忍之事 就连路人都吓得不停地颤抖起来 贝斯则淡定地对他说 抽完一口后 贝斯的眼神逐渐变得锋利 凯子这边很快就追上了枪手的蓝色面包车 一脚油脑 直接转回去 呼腔就是开干 最后感觉就这边 最后一期 而凯则在交火中受伤当地 那么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想要灭了达顿一家 关注郭说 今天黄石的故事还有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